离乡背景,追寻新中国梦想 这些红孩子在共产教育下成长 孩子口中唱出部落八部音 响起传承与希望 长达130名加拿大原住民孩童被送往寄宿学校 自身文化也遭到谋研 如同被社会遗弃的孩子 同光教会是他们持缝中闪烁的光 本月Cnex邀请你关心儿童议题 欢庆儿童节 就在每周五晚间9点 Cnex即时日到